主席 可不可以帮我请我们红部长 红部长请 空委员令长 部长 今天是你第一次 当文化部部长来做一个施政报告 业务报告 第一次吧 以部长的身份 但是我看你这份报告 你现在有全球化 已经没有龙部长讲的泥土化了 没看到泥土化 还是有 只是我们用比较 我们工作做的工作调劣的方式来 现在是不是展现你一个施政的 一个新的方向 龙部长他以前有讲过 泥土化 银端化 国际化跟产值化 这个事化已经没有了 这我们还在做的 还在做 你还在做 还在做 没有停过 过去龙部长不是有谈到多少部落 多少 七八什么 一五 那个我们已经 现在这个 报行政院 整本报告都没有了 那个跟委员报告 那个在我们报行政院 把那个7839 因为村落不断的增加 不断的改变 所以那个7839 那个还有在做吗 我们现在叫村落文化 现在叫村落文化 以前是直接把数字打在上面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是泥土化 就是说我们这个文化要直跟 我们本土的土壤 对不对 对 所以我说这个部长 你的当然了 你三任部长 肯定有新的一个 施政的一个方向 那我想请教一下部长 你当了部长之后 你跟过去龙部长 你有什么新的政策的思维 或者是一个新的一个 主要的重点的政策的方向在哪里 有没有新的 我们基本上 我没有做太大的变动 因为事实上的文化政策 是持续的 那么如果做 我们做持续的一棒 接一棒的努力 所以我们还是接续了 龙部长当初所规划的方向 那么在重点方面 我们有的还特别的加强 比如说村落文化方面 村落文化方面 我们把它分成两大块 一块就是属于设造 一块属于现在村落文化 那设造我们新故乡的第二级计划 我们还得继续推动 那么设造 一个是设造 一个是村落文化 对不对 对 这两个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分工 但是部长 你这个唯一做的一个变动 就是已经没有 原住民的部落亮点 我们是在整个村落文化里头 部落亮点好像也没有了 部落的 市政报告以前有部落亮点 我们在我们村落文化里头 还是继续持续的 那你现在都改叫村落文化吧 对对对 因为我看你这个报告里面 已经没有什么 原住民三个字了 你改成什么设造 改成什么村落文化 没有了 所以部长 我现在是要跟你讲 虽然你的政策是延续性的 但是原住民这个主题要凸显了 好 在我们座上 我们实际上是在 要凸显吗 没有放弃过 你全部设计营造 全部什么村落文化 全球化 现在那个泥土化 原住民的部落亮点已经没有了 这个就是我觉得你的 这个政策还是持续的 就在涵盖在我们整个村落文化 整个工作里头 好 部长 这两天 我在华山文创园区 台湾延民园 那我是谢谢部长 能够来参加我那个开幕式 我办这个延民园的目的 就是要发掘我们原住民的 这个歌唱界的人才 对 几乎我邀请的 三十多个团队 都是原住民一流的 顶尖的歌手跟舞团 一流的人才 对不对 所以部长 那次去我真的是非常感谢 谢谢您 特别也请我去能够共襄盛举 我觉得文化部在这一方面 要多跟部长学习一下 我觉得红部长跟龙部长最大的差别是 红部长你能够倾听民意 你能够深入基层 你能够听得进我们立法委员的心声 所以你昨天 这个前天到参加我的开幕式 我就非常的感动 我希望你能够了解 我们原住民的这些歌唱界的这些人才 对 部长你知不知道在大陆 有一个歌手叫 我们原住民的歌手 阿美族的 叫阿令 阿令 对他参加那个大陆 我是歌手 对我是歌手 这个比赛 是获得我们 这个我是歌手 这个第三季 唯一晋级的 这个七强 唯一的台湾的女歌手 对 昨天在台北 办了一个签名的一个 实力非常坚强 非常坚强 像阿令的话 过去的 我们在台湾可能不是很了解 但是到大陆 我是歌手非常有名 现在在大陆 已经掀取了一股 原住民的一个风 原风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阿令 阿令的 对 所以我是觉得 为什么我们原住民的歌手 要到甚至很多非原住民歌手 要去大陆参加 我是歌手 才被大家肯定 他是歌手 我们文化部 是不是要有一套 培植我们台湾 特别是我们原住民的歌手 一套一套方案出来 所以你今天有 隐私营的整合的产业的 一个发展政策 对 我建议部长 针对我们原住民 把它弄一个独立的区块 原住民的电影 原住民的电视 原住民的音乐 要有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政策 培植人才的政策 好的 我想这个原住民的文化 一直是我相当重视的 事实上我 尤其您这两天 所主办的这个活动 其实就是我们整个推动 整体的一个生活美学 那么各种表演 各种文化的展现 各种吃事等等 那原住民文化 事实上在我的心里头 一直认为是台湾 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 而且能够让台湾 走出世界走上舞台的 那我们要做的是 要提供一个舞台 提供一个平台 所以在我们流行乐 这个旗舰计划里头 我会特别去挺 我们同仁 把这一块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 拜托你那个影视局 拜托你那个流行乐 什么单位 帮我们想一个办法 想一个办法 让我们有一个表现的舞台 一个平台 然后人才延览的计划 然后用这个奖金的方式 因为他们要办什么 最近要办一个炎味狂潮 炎味狂潮的一个活动 就是说事实上 我们除了在国内之外 我们也把它推向国际 比如说您所提的阿令 阿令我们曾经把它 那么送到 把它推荐到国际舞台 那么在法国的MIDEM 那个录出 也到了美国的CM街 非常大的一个 这个娱乐的一个 大的一个平台在这录出 所以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们像五月天 以前的一些动力火车 我们都给它培养他们 到国外的舞台去表演 那么五月天甚至更做了一个 全球性的巡回的演出 所以您所提的这个 那我们会非常认真 非常谨慎的来处理 是不是有这个机会 能够把我们原住民的艺人 能够结合起来 就像我昨天在前天 这两天在台湾严密研 请了三十多个团 三十多个团 我已经办了第七届 每一届都是亏本来做的 文化部给的质言 这个是非常有限 非常佩服的 所以我这个 原住民生存发展协会 大家开玩笑说 应该把那个生存 那两个字拿掉 因为很难生存 我这个协会真的很难生存 所以我那天在参加了 应该叫台湾原住民发展协会 不要有生存 之后我也特别跟我们 这个张局长商量说 事实上这时候 我们应该有一些具体的 一个配套的方式 那借着您的这一个平台 那么把原住民的这些人才 把它聚合起来 当然这个台湾严密研 大家如果有去的话 那我是希望我们文化部的 能够多几个去了 那我那边也摆了六十个摊位 都是卖我们原住民的农特产品 对不对 来自花莲的阿美族的什么都有 排湾族 吉纳布 来自全省的 对不对 都卖的 我们是完全是公益的 已经联系做了七届 这点非常敬佩您 那么就以做公益的心情 让我们台湾的所有的 全台湾原住民 能够有一个舞台 能够有露出的机会 而且这一届我是非常感谢 那吴敦毅副总统 已经三次来主持 第三次了 来主持我原名言 部长您是第一次吧 对 那言明会林主委 已经来了好几次 去年 言明会林主委在我那个言明眼 待了八个半小时 昨天前天都来了 总共加起来也是八个小时 他蛮喜欢我这个活动 因为我们是这个是 完完全全是帮我们原住民的 对 那一方面呢 做一个舞台 让我们原住民的歌手 全国各地 不管是排湾族阿美族的舞团或业队 在那边在那边演出 所以我这个言明眼真的是惨淡经营 已经做了第七届了 对所以我特别跟我们张局长商量 我说我们要有一个好的一个配套 因为尤其那天我看到那个来了那么多原住民的乡亲 在那里去做一个展现 还有那么多好的年轻歌手的表现 所以部长我最后我还是要拜托了 帮我们 你这个文化部这本报告里面 下一次 是不是弄一个独立 比较独立的区块 能够写一个说 我们将来要发展 台湾原住民的 尹氏英的政策 能够摆在这个地方 这让我来 我来这个 这次没有做得很完整 也向您致歉 我们也来补证来改正 好 谢谢部长 谢谢 谢谢空委员 也谢谢部长对委员活动的支持 谢谢 我们现在请黄国书委员